因為我相信年底有選舉 接下來還有很多的大選 民進黨一定會從年輕選票的角度 來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政治問題 我看他們有開始敲邊鼓 包括他們的委員 側翼 民調 都開始製造說 台灣民眾很支持爭兵制 我覺得他們在釋風向 但是還不敢做立即的決定 他們也知道 如果要自主國防 以及因應兩岸未來 可能發生的戰事衝突來講的話 恢復過去那樣的爭兵制 恐怕是十四所趨 但是有沒有辦法真的落實 還來做政治的評估 跟選票的一個 位移的部分 那回到剛剛講 今天下午四點多 我們這個繼去年四月之後 拜登總統又派了一個 更高檔次的代表團過來 那當然因為裡面有 前參謀所長聯誼會的主席 那麼也有呼聲非常高的 可能未來第一位 女性的國防部長的可能人選 那所以是不是像 民進黨大內宣所說的 是一個新 而且一個很特別的模式 這個還有在觀察 但在這個時期很特別 是因為前國務卿 龐佩奧馬上就要來了 那這個時間剛好卡在前面 那美國又馬上面臨其中選舉 如果從美國國內政情的角度來分析 就有分析家認為說 是不是派登故意派這個代表團來 而且是在吳宇錦的情況之下 是要抵消跟衝彈 龐佩奧來台灣 所可能造成對國內 其中選舉的影響 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這個衝突還在繼續發生當中 雖然已經有第一次會談 那第二次會談 可能會繼續談下去 但是是在邊打邊談的情況之下 那其實說實在話 這段時間你也知道 國際上的熱搜除了烏克蘭之外 第二個就是台灣 這不是台灣內部人說 也不是台灣人自己在故意做文章 而是國際間很多人 包括川普在內 包括很多國際的政要 都認為說這次的戰爭 給兩岸之間很多的啟發 那台灣人首當其衝 當然會有些聯想 所以就這部分來講 我覺得拜登也認為說 必須在預防外交上面做一些處理 所以他派了一個層次較高 而且又是非官方的 這樣的一個代表團過來 一方面當然是要穩定台灣這方面 對美國的信賴 可是我覺得 從阿富汗撤軍 到這次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大家對於所謂的西方迴用論 以及懷疑美國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沒有停下來 不是覺得台灣 而是普遍很多國家 包括這次烏克蘭 他們總統說我們在孤軍糞蛋 我打了給這麼多盟國的總統 包括加入北約 包括等等沒有人有回運 當然最近開始有一些更多的 不管是武器上面 制裁上面 更多協助上面蜂擁到烏克蘭 但是還沒有一個國家 實質願意派兵去協助烏克蘭 來對抗俄羅斯 這個部分到底對台灣來講 以及兩岸可能未來產生的衝突 是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不敢講烏克蘭一定跟台灣一樣 一定有它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到底這樣的一個戰爭 對於未來兩岸之間 適合是這樣的啟示 到底是正面的 負面的 是讓中共更不敢動武 還是造成台灣的一個威脅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主政者 以及我們人民要思考的 鄭大哥 我跟妳請教一個專業上的問題 因為這一次的戰爭裡面 烏克蘭反攻 包括這個監射型的武器 這個感覺好像滿出風頭的 所以你怎麼看 美國的這個前國安顧問 建議說全台灣的派出所分局 都要有這個火箭車 最好還要每個警察 都要有隨時發射 刺針飛彈的這個 軍事的訓練 你怎麼看 因為有人覺得說 其實他其實只是想賣武器而已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 這個飛彈 像這些飛彈你買了以後 你不是只放在那裡 你平常就要訓練熟練 要不然發生事情 你怎麼去使用 試問我們的警察是不是已經夠忙 他業務繁多 很多人還過勞死 也因此他未來是不是 還有一個業務去熟悉使用 監射防空飛彈 我覺得這個祕密下去 我覺得這個警察 可能都要昏倒了 我不只是抓小偷 我還要處理流浪狗 流浪貓 另外我三部屎 還要去巡視一下 可能還要裝備保養 對 還要簽 軍裝檢 對 還要裝備保養 還要去熟悉怎麼樣使用 是不是三軍演習的時候 要派一些警察去參加 我這個民防使用防空武器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 不可能落實的一個 這個純粹是想法而已 我認為Kusso就好 這個真正落實 可能是警察的一個災難 如果真的發布這樣的命令 可能很多警察就是說 我乾脆退伍 我乾脆打報告 離職好了 黃偉哲這個選舉 現在可能一波多折 本來說他的提名 民進黨的機制裡面 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沒有想到 明天才要確認 因為包括羅文嘉 還有包括林佳龍 都對他公開的發難 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台南市長黃偉哲連任的置路 感覺好像非常的坎坷 之前本來一個新聞標題寫說 黃偉哲已經經過確認了 資格沒有問題要提名他了 但是現在沒有想到 居然還沒有到最後的一個確認 而且現在出狀況了 各個大咖出來半路狙擊他 陳提菲更不要講了 我們這個新科的台南媽祖 陳提菲他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要保護民進黨的候選人 不可以變成國民黨的提款機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能選錯一個人 就變成一個破口 全黨陪葬 要讓候選人可以簽同意書 公布 只要你被促傳會有約談過 所有的資料 民進黨都可以調閱 而且可以公開 這個完全就是針對黃偉哲 因為現在黃偉自己也坦承了 促傳會也坦承了 約談過他 所以希望如果你覺得你無辜 把資料公布出來 不是更可以證明你真的無辜嗎 好 另外一個大咖 羅文嘉現在傳出來 這個新聞也滿妙的 怎麼會有一個簡訊 沒頭沒腦 連帳號都沒有 這個框是我們幫他做的效果 他流出來就只有中間這一段 新聞說他是羅文嘉 傳給朋友的簡訊 他說我本人就是黃偉哲 他也沒寫偉哲 他說我黃主要的監控對象 你問我他是不是國民黨的細胞 我跟當時朋友說我肯定是的 這個文青講話都是兜圈圈 文周周 證據就在促傳會的檔案裡面 那為什麼檔案不公開 內容為什麼要遮掩 核實報告不公開 公開不就一切都明了了嗎 偉哲說我沒有當過憲民 我經得起檢驗 當然公布這一些資料 不就是也都經得起檢驗了嗎 羅文嘉當時是當台大的 這個學生的會長 黃偉哲他是進到這個 濁水溪是兩個人插一屆 就是只插一屆的這個學弟跟學長 當時羅文嘉認為 他在台大會長的這些動作 很可能就是被黃偉哲 給洩漏出去了 羅文嘉其實早在去年的 十月的時候 這個今天一想 他就PO了一個很有 這個措詞非常強硬的PO文 他說有一種所謂的學運分子 他當年是做黨國情治系統的細胞 打進了學生的這個學運的社團 假裝都是跟學生一起為了理念奮鬥 可是暗地裡面他出賣了組織 出賣了同志 這種人難逃歷史的審判 最好趕快自行了斷 講了這麼久 講了四個月 當事人他指涉的人 還沒有自行了斷 另外一個大咖 中國會的這個大阿哥林佳龍 他直接告訴大家 希望黃偉哲 因為他本身也是這個 非常有影響力的 他說黃偉哲市長 你要自清 讓此事頒上檯面討論的話 這個對你的結果 才可以獲得最後的認證 時間就在明天 民進黨的中職會要攤牌了 明天聽說才是最後一關 到底會不會過 現在大家很好奇 他一樣跟轉型這也有關係 蔡總統告訴大家 促轉會本來已經一言再言 兩年就要任務要結束了 延到第四年了 養了一堆肥貓 任務都沒有做到 只會做一些仇恨 只會把自己當東廠 現在沒有想到四年之後 五月到起了 要屆私還文 要讓他進到行政院 用行政院的規格 用蘇貞昌來認召集人 你該做的事情 其實前兩年 你就應該要做完 但習經緯你怎麼看 我們違則保不保 我覺得民進黨似乎 要用轉移焦點的方式 把促轉會蔡總統說要提高成績 其實因為來康哲 事實上就是要把一個 應該是屬於臨時任務編主的 一個促轉會 變成一個常設性的機構 坦白講全世界在推動 轉型正義的國家 沒有人這樣幹的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黃偉哲市長他這一次 如果是來自於陳廷飛 同選區要角逐的人的質疑 跟批判的話 我覺得殺傷力還有限 因為大家認為是為了初選 為了要爭取提名 可是如果羅文嘉 傳給朋友的這個簡訊屬實的話 因為羅文嘉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否認 那如果他真的認為黃偉哲就是當時 負責監控他的人 那甚至認為說 他應該要公佈一切的話 那恐怕對黃偉哲殺傷力會比較大 那有一則媒體消息說 黃偉哲有說要在中指會裡面 跟大家說明一切 但是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說這個話了 因為你當事人如果沒有公佈原始檔案 跟促轉會的訪談資料 你光嘴巴說是沒有用的 大家想想看 我就舉一個雙標的例子 施明德前主席也質疑過謝長廷 謝長廷 甚至施明德主席說歡迎你來告 我就等你來告 那你用告來澄清我們讓 所有的歷史檔案來還原真相 可是謝長廷到目前為止也不敢告 可是民進黨也沒有人去質疑 到底謝長廷為什麼 像質疑黃偉哲那樣說 那你要趕快出來講 你要趕快授權給黨 就可以徵調這些所有促轉會的資料 我覺得民進黨一不做都不休 如果真的要怕成為一個破口的話 很簡單 未來民進黨要任命所有的 黨公職重要職務 包括部會首長 包括駐外使節 全部要求他們簽一個切結書 全部授權黨可以跟促轉會 要求掉當時的原始檔案 以避免成為一個破口 所以民進黨把促轉會 變成一個任務編組 臨時的組織 變成一個常態性組織 就是希望透過促轉會 變成一個長期打擊在野黨的提款機 而且他自己講到說 避免成為國民黨提款機 其實促轉會就變成民進黨的提款機 沒錯 所以他才把他變成一個常態性的機構 養了那麼多的肥貓 他們平均每個人薪水至少9萬 平均 然後最高還有到十幾萬的 然後隨隨便便一個研究員 以前在立法院當助理的 你看他也還好 但是到裡面做副研究員 都至少月薪5萬 然後後來到了選舉的時候 都在搞所謂的鬥爭 以前是搞侯友宜 後來最新是針對中正紀念堂 搞誰 講萬安 都在搞這種事情 沒想到用我們的錢養肥貓 還要把他在繼續5月之後 再把他延任下去 這個很多民眾 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三立的前主播 之前爆出了所謂 跟三立有購買野生動物 A了很多錢 他整個手法現在最新曝光了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你的音樂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